今天我要介紹我們的專題 名稱叫做改良式氣門拆卸器 然後你現在看到的這些點都是 我們從肺炎回收廠商剪夾 然後我們用的技術就是有前工 用前工具體 然後據我們要的鐵塊這樣的大小 然後還有鑽桶 就是把鐵鑽一個一個洞 然後再模式這樣鎖起來 然後我們還有使用電汗 把兩塊鐵黏起來 還有使用車窗的技術 把這塊鐵下面車輛的大小桶 然後要固定這兩個彈簧 再來就是我們有四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 現在看到這兩個鉤子 要勾住氣檔的下面 然後再把這個鎖緊 它才不會鬆脫 再來第二個優點就是 我們的彈簧不會輕易的磨鎖 再用十九號 反手把這塊鐵鎖下去的時候 彈簧因為有固定 所以就不會被磨到 然後第三個優點就是 我們的成本低 你現在看到這些鐵 也都是我們從廢鐵回收廠 撿來拼湊而成 然後第四個優點就是 我們可以一次把兩個 裡面彈簧的墊簧拆起來 這樣效率就比較高 時間也比較快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專題的介紹 我們要實際上過的是 傳統氣門拆卸器 以及我們自己製作的 氣門拆卸器的差別 現在我們使用的是 傳統的氣門拆卸器 制作者混件 通宗家 以往 19月次對 strokes 事後 也及到 我們請秤 起床 卻 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導致活塞的經驗,固定消磨損 現在我們要使用的是我們自己製作的氣門拆卸器 我們可以洗手間去做的氣門拆卸,口罩,炒得汐ヤ 1 2 2 3 3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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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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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